这个女生在一天内遭到多次打击 更是只剩几个月的寿命 不满的她大声呐喊 世界灭亡吧 不巧被拥有毁灭能力的灭亡听到 在这之后 两人的合约被正式缔结 东景是一位网络小说编辑 在一天内遭受多次打击 身体不适的她去跑外勤 顺便做了检查 却意外得知 自己患有胶质母细胞瘤 不做手术只能活三个月 进行手术也没好到哪里去 最多能多活一年 但这一年内 因为手术后遗症的原因 也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离开医院后 她又迎来了第二个打击 男朋友约她见面 但其实来赴约的却是男人的妻子 东景这才知道自己被小三 两个女人大吵一架 怀孕的正妻情绪激动 扑感身体不适 东景送她去医院 还替她给渣男打电话 本以为跟渣男断干净就没事了 没想到 东景在咖啡店和孕妇吵架的视频 被人发到网上 不巧被上司看到 东景十分崩溃 匆匆离开公司回了家 结果在地铁上被一个男人偷拍 回家路上又接到不务正业 弟弟的要钱电话 今天是父母的寄人 但弟弟却一点都不记得 东景心情郁闷 反正就是糟糕的一天 但怎么说是父母的寄人 东景买下店里的最后一个蛋糕 把父母的合照放在一旁 向父母诉说着自己得了绝症 独自消化噩耗东景在天台上喝酒 却又借到渣男和助学贷款短信 心里愈发烦躁 这时天空下起流星雨 东景大声喊出了自己的愿望 希望这个世界灭亡 今天是灭亡的生日 他正在倾听着人们对流星许下的心愿 东景与众不同的愿望吸引了灭亡的注意力 说到这个灭亡呢 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 神以小女孩的姿态生活在世上 代表了生和开始 是希望的象征 而灭亡是神创造出来的孩子 拥有不死之神 代表了结束和终止 灭亡如其名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导致灭亡的发生 说不好听点就是灾心 如果他完全封闭自己 就会给别人带来更深的不幸 而灭亡本身也对自己的属性感到疲惫 他无法摆脱和结束自己的宿命 因此东景希望世界灭亡的心愿 正合他的心也 而神想教会他怜悯和爱 以改变他身上灭亡的性质 所以每到灭亡生日时 神便送给他一个生日礼物 让他去为人类实现愿望 正巧这次生日 他听到了东景的召唤 瞬间出现在他家门口 听到门铃声 东景前去开门 通过冒眼却看到了 如同世外桃源般的景象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 看到门口的灭亡 灭亡一口说出 东景想要灭亡世界的心愿 甚至知道他三个月后就要死亡 面对眼前的男人 东景还以为是自己生病产生的幻觉 为了让东景明白现在情况 等他睡着后 灭亡进入东景的梦中 把他召唤到自己家来 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 东景一阵慌乱想要逃离 一打开门脚下却是深渊 灭亡一个响者 两人又来到海边 这让东景相信了灭亡的身份 现在情况就是 流星雨落下瞬间 东景许下了世界灭亡的心愿 召唤了灭亡 所以灭亡必须帮他完成愿望 两人已经变成了甲乙方的关系 说完一阵闹铃声传来 东景醒来 从此之后 灭亡一直跟在东景身边 想方设法让他说出愿望吧 但东景并不理会 不放弃的灭亡直接找公司 不胜其扰的东景 直接离开公司去跑外勤 过马路时 突然头痛欲裂 跌坐在地上 这时一辆大卡车向他驶来 眼看着就要撞到东景 灭亡瞬间暂停的时间 来到东景面前 让他做出选择 是握住他的手 还是死在这里 东景思考片刻握住了灭亡的手 就这样 两人一百天的契约成立了 接着灭亡牵着东景的手 向马路对面走去 东景发现 所有的一切都在倒退 就这样他逃离了这次危险 但东景还是对灭亡的身份难以置信 为了让东景相信自己 灭亡现场给他表演了 切断咖啡店店员 并控制店内顾客的手机全部关机 这些情况太过牵强 很有可能是巧合 无奈灭亡让天空划过星星 东景这才相信灭亡的身份 两人正聊着 灭亡感受到了有人要自杀 需要赶去现场 临走前 他在东景胳膊上变出一个红绳 可以帮他缓解疾病带来疼痛 但是每天都需要充电 充电的方式就是牵手 灭亡用这种方式防止东景逃跑 紧接着灭亡来到监狱 救回企图上吊自杀的犯人 犯人每晚都睡不安时 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们的诅咒 一直在他耳边萦绕 灭亡不会让他得逞 他还需要长久的活着 饱受着精神璀璨 东景一直没回复前男友的信息 男人心里不爽 居然去公司碰诉东景勾引已婚的自己 还嘲讽他 无父无母没有教养 东景非常气愤 本来想直接向灭亡许愿 让渣男消失 又觉得为这种垃圾浪费的心愿 着实不值得 东景的同事主义看不下去了 将前男友赶走 可男方不仪不饶 还想闹穴 被赶来的正妻制止 他向大家解释 丈夫所说都是假的 这样一闹 东景无地自容 转头写了辞职信 交给族长主义 但主义借口代表不在 他无法做主 没有接受东景的辞职请求 下班后 东景来到十字路口 想起白天那一幕 他胆怯的不敢过马路 这时灭亡突然出现在东景身边 借口充电牵起他的手 带着女生一起过马路 东景好奇 如果他知道死亡那天 也没有说出 想让世界灭亡的愿望 那会怎样呢 灭亡告诉他 那么死的就会是 他在那一瞬间最爱的人 这就是违约的代价 东景感受到欺骗 甩开灭亡的手 灭亡将时间 调火了今天早上出车祸那一刻 让东景再作为私选择 再紧要关头 东景依然选择签署契约 心情不好 东景提前派好了一项 灭亡接着他一起回家 没想到恶多前男友 又来骚扰东景 抱着他的鬼不撒手 灭亡一直在身后看着 东景新拍好的照片 也摔碎在地 甚至还被前男友踩了一脚 灭亡见这情景 上前抓住烂醉男友 当着对方的面叫东景老婆 东景十分惊讶 前男友并不介意东景有男人 两人正好扯平 重新开始就好 这时弟弟出现 不由分说的就要揍前男友 前男友见状立马逃跑 东景蹲下身 捡起像框上的玻璃碎渣 手指被划过 灭亡瞬间帮他治好伤口 他曾经答应过东景 不过让他遭受病痛的折磨 看着碎了一地的相片 东景想起了父母离世时的情景 一时冲动的他 居然向灭亡发起了同居邀请 两人就这样住到了一个屋檐下 他回到家后 东景立马就想反悔 不过当他看到 灭亡把两人的房子拼接在一起后 兴奋的他打消了自己的念头 因为灭亡的房子又大又豪华 可惜就是没有一个房间是属于他的 正当东景准备和灭亡理论时 担心他的弟弟来到了家门口 为了不让弟弟发现异常 在他进门那一刻 灭亡将房间恢复成原样 还躺在了东景的床上 称呼弟弟为小舅子 这样东景气得牙痒痒 但又无可奈何 随后灭亡和弟弟开始拼酒聊天 利用读心术 灭亡轻松取得了弟弟的信任 但这种窥探人心的做法 却让东景很是反感 弟弟离开后 灭亡直接挑明 弟弟是东景最心爱的人 害怕和约阴厌的东景连连否认 更是借口要看住灭亡 将床铺搬到客厅的沙发上 好在灭亡并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 两人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一晚 第二天醒来的东景一睁眼 就看到灭亡在日历上涂涂画画 并每名契约给东景指导危机感 这样东景很是头疼 只好拿出笔记本记下契约内容 临死前东景要请求灭亡毁灭世界 在此期间 灭亡会保证东景不被伤痛轻扰 同时还能再帮东景实现一个真正的愿望 如果东景毁约 他最爱的人将会死去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不管是世界毁灭还是自己毁约 东景最爱的那个人都会死啊 这样回过神来的东景不知所措 整理好合约内容 上级通知东景去参加葬礼 在殡仪馆神扑一撞了他 那一瞬间东景神奇的想起了灭亡参加葬礼的画面 这让他有些懵了 随后神又出现在东景等车的工匠站 还注意到他的狩猎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灭亡出现了 他着急的想要带走东景 却被东景挣脱 不仅如此 东景还告诉他 自己曾在父母葬礼时 在殡仪馆看到哭得像个孩子的灭亡 他有些疑惑 不吃不喝不睡 也没有感情的灭亡 怎么会有悲伤的情绪 最终架不住软磨硬泡的灭亡 只好告诉他 去世的那个人是自己的妈妈 曾经的自己有七情六欲 会痛苦会怜悯 只是在看遍世间事物消亡的过程中 丧失了情感 一次偶然东景回忆节 自己之所以想起灭亡哭泣的画面 是因为自己撞到了公交站遇到的那个女孩 这样灭亡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是神的杰作 也许神想让他们彼此想起对方 互相救赎 希望灭亡在两人日常相处中 找回失去的情感 灭亡怒气冲冲的质问神 但对方却揭穿了 灭亡并不是不懂情感 只是在逃避 并且还预测 灭亡最终会为了东景毁约 其实一如东景记得自己一样 灭亡也记得 那个在葬礼上笑着安慰众人 用笑容隐藏悲伤的小女孩东景 但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情感 灭亡返回了东景家 拒绝给东景的手链充电 但是他因为痛苦而蜷缩在地的东景 灭亡最终还是握住了他的手 而恢复正常的东景 此时却看透了灭亡的不忍 为了证明灭亡救人的情感 他故意爬上围栏 并身体向后仰 果不其然灭亡一把拦住了他 得逞的东景保足灭亡 自己决定要爱上灭亡 如果他不许下世界灭亡的心愿 那自己爱的人就会死 但如果最爱的人是灭亡 那么他的亲朋好友 可能幸免于难 这样的发展并不在灭亡的预料之内 他简单思考了几秒后 却答应了 因为他期待着看到东景问了他 灭亡全世界的情景 为了尽快实施自己爱上灭亡的计划 东景决定和灭亡粘在一起 这个提议也得到了灭亡同意 两人并排躺在卧室的床上 没一会儿东景别睡着了 看着眼前这个正处于睡梦中的女孩 灭亡有些情不自禁地想要触摸他 却在即将碰到对方时 想到神的话 这么多年来 没有一个人爱灭亡 灭亡所到之处只有抱怨和埋怨 大家对他避之不及 为了平复心情 灭亡选择起身离去 去室外倾听其他人的心声 借此暗示 自己并不懂怜悯为何物 而此时醒过来的东景 一如往常的去上班 并在网络上搜索各种 能够快速爱上对方的方法 东景的朋友给他一个可行的建议 那就是努力让对方进入到自己的梦里 这个方法得到了东景的认可 他立刻向灭亡提出了入梦的要求 他准备借助灭亡的超能力 在梦里爱上对方 但换了一遍遍场景 东景都没有对灭亡产生感觉 这让他十分挫败 转头提出了要进入到灭亡的世界 虽然对这一要求灭亡有些抗拒 但为了吓退东景 灭亡还是照做了 两人来到一片花园 这便是灭亡的世界 随着灭亡一步步走远 周围的花草迅速的扑尾消散 这就是接触灭亡的结果 看着身边的灰白画面 东景明白了 爱上灭亡也许将会面临着巨大的悲伤 但即使是这样 他也不打算放弃 只见他一步步走向灭亡 而随着他的走动 花园居然恢复了升级 就在东景的灭亡牵手的那一瞬间 梦境突然消失了 被迫睡醒的东景 抱着一大包零食来到客厅看电视 弟弟又一次上门向东景要钱 看着不学无数的弟弟 东景披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 不想听姐姐唠叨 弟弟准备离开 却不小心被东景推倒在地 两姐弟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看着弟弟离去背影 东景的眼泪几乎在眼眶里打转 偏偏此时 看似的灭亡出现了 还没眼力见的和他伴嘴 这让东景脱口而出 希望他去死 随后一阵阴风吹过 东景和灭亡居然站在了郊外的一片树林里 灭亡递了一把枪给东景 让他开枪杀了自己 这样的画面让东景有些恐惧 而灭亡则通过这件事告诉东景 自己无法被杀死 随后画面消失 东景发现自己站在房间的客厅里 原来这都是灭亡创造出来的幻景 虽然对灭亡的行为感到气愤 但他还是一直给自己暗示要坚持 毕竟灭亡是他自己召唤到身边的 随后医院的一通电话打到了东景家里 原来弟弟出了事故 万分着急的东景火急火燎的赶到了医院 却听到这一切不过是弟弟污了药情的骨肉剂 伤心的他直接甩手离去 却在医院门口遇到了灭亡 两个人还没说上几句话 突然医院救护车下来了一个病人 举着手术刀便朝他们冲了过来 来不及多想的东景 直接用身体挡在了灭亡面前 但意料之内的疼痛并未袭来 东景睁眼一看 原来是灭亡用手抓住了剪刀 还贴心地用另一只手遮住了东景的眼睛 开启了异能 让病人用手术刀直接自杀了 喷涌而出了血溅在灭亡的脸上 让他看起来更像个冷酷的杀手 而事实上 灭亡也正是想用这样的方式 瞎退东景 不料相较于自杀方面的血腥 东景却更在意灭亡受了伤 这又一次出乎灭亡的意料 看到灭亡的伤口迅速恢复后 东景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下来 他知道灭亡其实只是在逃避情感而已 因此他告诉灭亡 自己并不后悔挡在他身前 更希望对方可以跟自己道谢 这样的态度让灭亡有些无所适从 为了瞎退东景 灭亡提起了病人的自杀是自己所为 但东景并不为所动 就在两人对峙时 弟弟突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原来他从医生口中得知了东景的病情 这让东景很出头疼 三个人只好在弟弟的哭声中 开车回家 而刚一下车弟弟匆匆离去 他打算去赚钱给姐姐治病 第二天一早 灭亡突然开口询问东景就自己的原因 他一直想不通 东景奋不顾身 救自己的理由 但由于合约 他无法窥探到东景的心声 但东景并未正面回答他 而是建议他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 随后两人一起去逛超市 东景引导灭亡不要窥探人心 而是用自己的思维去思考别人的想法 但此时灭亡的心思还停留在 东景救他的问题上 对东景的引导并不在意 这样东景分分钟就算给对方一记白眼 在得知灭亡没有名字后 东景随口给他取名叫金人 还在灭亡险些撞上购物车时 及时拉住了他 结果太过着急 两个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的抱在一起 暧昧的姿势让东景有些尴尬 购物结束后 东景回到编辑社上班 却因为工作上的难题感到十分挫败 为了让东景的心情变好 灭亡利用异能将东景带到了他最喜欢的海边 看着辽阔大海 东景感觉整个人都充满了力量 而在一旁看着他的灭亡居然鬼使神差的向东景发出了接吻的邀约 但最终还是被东景躲开了 看过大海两个人就这样活在家 尽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是第二天上班的东景 一想到所见的画面 还是觉得害羞不已 下班回家 东景正好在家门口遇到了要出门工作的灭亡 为了增加对灭亡的了解 他主动提出要跟灭亡一起去工作 两个人一同来到一个山上 观看着山脚下村庄里举办的迎亲活动 灭亡告诉东景 并不是只有生物会死亡 这类习俗也同样有重点 而他的工作就是观看这些事物终结的过程 这是一种消失的美 而东景则在这场即将消失的习俗里 感受到了美丽之下的悲伤 但他却跟灭亡讲了另一个故事 那就是星星在消失之时会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为即将诞生的新心情提供能量 最终实现重生 他认为灭亡也将成为这样的人 他在努力安慰自己的女孩 灭亡第一次告诉东景 他真心希望东景能够爱上自己 成为第一个爱上灭亡的人类 东景从灭亡的话里听出了对方的意图 他一心想寻死 结束着宿命 但此刻他却有些退缩了 对他而言 生存并不只是简单的活着 他想要活得幸福 他如果让灭亡因为自己的毁约而死去 即使活着 东景也没有信心能够过得幸福 看着这个善男的女孩 灭亡第一次出现了嘴角上扬的表情 回家以后 东景为了避免跟灭亡过多接触 而选择搬回卧室 却反被灭亡威胁 你要是进去 我就想办法破坏这房子 没办法 东景只好留在客厅休息 灭亡突然说了一句 我爱你 并会代替你去死 这让东景更加焦躁 第二天 东景拉着弟弟到医院做检查 原来他担心自己的病具有遗传性 希望能够确认弟弟的健康问题 在等待结果时 主治医生告诉东景 希望他不要轻易放弃 说完还塞了一瓶抗癌药给他 这让东景有些不知所措 而得知东景在医院的灭亡 则带着一束黄色预浸箱匆匆赶来 且第二人和灭亡 还现在在医院里拍下合照 但东景惊奇地发现 照片里 灭亡和自己看到的样子并不一样 为了解开东景的疑惑 灭亡主动告诉他 这世上他是唯一一个 能够看到真实自己的人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灭亡会在站台上等待下班东景 但两人都忘记带载 于是灭亡拉起东景 就往家的方向跑 但显然东景的体力不怎么样 还没跑几步 他便累得气喘叙叙 只能停下休息 调整好呼吸后 他主动向灭亡提出了自己的愿望 那就是让灭亡爱上自己 此话一出 灭亡有些愣住了 随后拒绝了东景的愿望 片刻后 灭亡毫不犹豫地便吻上了对方 可还没等东景反应过来 灭亡又突然放开他 后退两步便消失了 自从灭亡离奇失踪后 东景就像是丢了魂一样 即使在工作岗位上也经常走神 随后一个意外之客找上了他 是之前东景受命一直在寻找的消失的作家 灭亡知道了东景工作上的难题后 每晚都在梦里威胁作家 被受困扰的作家 这才出现在了出版社 听完作家的话 东景感到更加失落 而此时的灭亡正光着脚站在一栋大楼天台上 是神主动介入 所以才出现了灭亡突然消失的事件 随后为了让灭亡看到他给东景带来的补幸 神将记忆碎片合成画面 让灭亡看到东景遇到的各类补幸 并告诉他所有不幸都源于灭亡 只要他还在 这样的事就会层出不久 这样灭亡感到一阵的彷徨 这也许是神在考验彷徨的灭亡 让他知道自己给东景带来的不幸 并希望他不要再逃避 下定决心守护对方 主动去爱东景 但灭亡却决定从东景的人生中退出 于是他在东景搭乘地铁时主动现身 果不其然 看到他东景迅速从站台这一端 往灭亡的方向跑 却因为头痛发作 差点摔倒 幸亏灭亡眼疾手快地辅助了他 而见到灭亡 东景第一件事 便是要求对方带自己去正门 他要知道灭亡的住处 因为他害怕这种对方失踪 而自己却连去哪里找人都不知道的感觉 为了安抚惊慌的东景 灭亡带东景来到了自己家 但却告诉他 自己无法为他实践愿望 所有的事情到此为止 随后又一次消失了 而东景也被送回了自己家 这让他感到十分无力 之后的时间里 东景依旧照常工作 只剩每日多少件事 那就是思念灭亡 他在手腕上的红手链 他决定以自己为耳 逼灭亡现身 但无论是他闯红灯 还是爬未来 灭亡始终都没有出现 这让他十分挫败 之后一个人睡在了客厅的地板上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他居然看到地板上多了一个枕头 灭亡明明闹失踪 却偏偏还流出破绽 这样东景气得直接扯掉了红手链 由于失去了手链的压制 癌症的疼痛马上席卷东景 奄奄一泄的他被弟弟送进医院 随着救护车的急速移动 他和灭亡之间的点点滴滴 也如方电影般出现在他的眼前 直到他看到那束黄色玉金箱 不为凋谢 撑不住的他终于昏了过去 而此时的灭亡正在病房陪着神聊天 为了让事情更顺利地发展下去 神故意使用激将法 让他不要管东景的死活 灭亡放心不下 去医院找生定东景 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引导 作为他创造出的神物 灭亡就像是一个孩子 只有当他懂得反抗才能够长大 而爱情也只有遇到挫折才能更加旺盛 在灭亡学会反抗后 代表着灭亡的花盆里长出了幼苗 醒来的东景终于在医院走廊 遇到了担心他的灭亡 两人紧紧相拥后又开始相互指责 灭亡告诉东景 他出现到现在 所有的不幸都是由自己产生的 但东景就告诉他 虽然不幸是灭亡造成的 但幸运也是他给的 并且希望他能够把这句话转达给神 自己并不希望灭亡消失在自己身边 但下一秒东景就突然消失了 这让灭亡感到十分的害怕 他找遍了所有跟东景有关的地方和人 会发现这个世界关于东景的所有记忆 都被抹去了 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神 东景则被神带进了自己的世界 在幻境里神再一次给东景探了发芽的花盆 还拿出了口袋里的地球玻璃珠 暗示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爱情 但无论是灭亡事件还是失去爱人 对于东景而言都将是追心之痛 东景收下珠子 按着神的指射轻轻敲开了门 而此时的灭亡正在屋子里等他 他把神的身份告诉了东景 又送了一条新的手链给他 两人又恢复了同居生活 东景主动和灭亡手牵手散布 在听到东景说想看春天里盛开的樱花后 灭亡运用自己的异能倒转的时空 让东景如愿看到了满云的樱花 随后东景居然向灭亡表白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 灭亡一直跟着东景 为了给东景知道欢乐 灭亡带着他来到小时候的游乐园 两人不仅一起坐摩天轮 灭亡还得准机会吻上东景 允许他再许一个愿望 同时他还给了东景一个礼物 那就是让东景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感受到一家四口的幸福 但画面却在东景想要去追家人之时 戛然而止 这让他既幸福又忧伤 不过他还是对灭亡感激不已 而此时的灭亡已经意识到 东景对自己的特别 他告诉东景 曾经自己也曾想融入人群 但一个个事物的交往 让他明白自己无法成为人类 而东景的存在让他感到不再孤单 他希望东景可以爱上自己 可惜话还没说完 东景的姨妈居然拉着行李箱出现了 看着那张跟画面里一模一样的脸 东景几乎是瞎意识地喊出了妈妈 但很快他便反应过来 看着一脸凶器的姨母 东景吓得拔腿就跑 但最终还是败在了姨母的手下 而一看到灭亡 姨母便知道他是东景的男朋友 原来弟弟不仅把东景患病的事情告诉姨母 还把三人的合照一并传了过去 为了让姨母不起疑心 东景将灭亡赶回自己家居住 自己则和姨母共处一室 为了减少姨母对自己的担忧 东景要求灭亡假扮医生 帮他骗姨母 让对方相信自己的病有药可医 第二天在两人的合谋下 姨母放心地离开了 而为了感谢灭亡 东景给灭亡买了一部手机 两人还交换了手机号码 因为东景希望灭亡可以做个人 所以他将灭亡的备注命名为人 拿到手机的灭亡 在第一秒给东景打电话 邀请对方陪自己去执行工作 原来在一座海岛上 有一座即将废弃的学校 这所学校的最后一位学生 此时正在等待着老师的到来 但老师已经不在人世 灭亡代替那位老师 来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还让东景帮忙拍了合照 完成工作后 两人一起散步聊天 东景告诉灭亡 他曾经在医院里看到生病的神 灭亡解释道 这就是神守护世界的方式 代替世界上随我的罪恶生病 然后走向灭亡重生 经历无止境的轮回 为人类而活 为人类而消失 这就是神的职责 正曾经怨恨神的东景 不禁心疼这个大爱无疆的女孩 为了在最后的时间里 给所有人留下美好的念想 东景决定给每一个人都送上一份礼物 于是他给弟弟买了一大堆的鞋子 给朋友买了他最讨厌的钢笔 给姨母买了一个漂亮的包包 最后还跟灭亡拍了合照 随后他便拎着这些东西独自回家 而被他留在原地的灭亡 却跟他说一会儿见 原来灭亡为东景设计了一个梦境 梦里弟弟朋友和姨母 都带着他买的礼物 到餐厅陪东景吃饭聚餐 而灭亡也为了他 学会了与大家一起吃饭 对于东景而言 这真的是美梦啊 而梦境的制造者灭亡 此时也明白了 神所说的怜悯是何物 他主动到医院革神认书 并表示一定不会出现世界灭亡的事情 随后便转身去找东景 好像知道对方会来一样 东景一个人孤单的卷坐在家楼下 等着对方到来 看着这样的他 灭亡感觉一阵忧伤 尤其是当东景绝望地问他 是否能够让自己多活一段时间时 灭亡感受到无能为力 他告诉东景 就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去做就好 其实是暗示对方爱上自己 这样他既可以活下来 也可以不用灭亡世界 但东景只是垂头相见离开了 灭亡只好一个人继续去工作 在观看一棵树的死亡过程中 他想起来自己和东景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这一次他终于看清了 东景对自己的重要性 他不害怕消失 但是现在他却害怕再也见不到东景 于是他拼命跑回去找东景 希望这一刻能够跟他表白 因为这两人一百天契约 还剩五十天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见到东景 灭亡自动表白 我爱你 东景失了眼眶 答应与灭亡交往 表白完 灭亡在家里焦急的等待着东景的电话 没想到他却直接找上门 表白过后 两人开始打情骂叫 在气氛逐渐暧昧时 东景的电话不合时宜的响起 只要灭亡赌气 又把破坏气氛的弟弟给变走 接完电话后 灭亡牵着东景到庭院里散步 两人幸福的相依偎 尤其是擅长哄人的灭亡 说起情话更是一趟接着一趟 这让东景害羞不已 两人不知不觉来到了东景家 东景挑逗的说着 要不要吃个拉面再走 本以为灭亡不懂人类暗示 没想到对方却欣然接受 此时小姨 姨父和弟弟正在聚餐 两人加入饭局 因为多了两人 桌上的啤酒有些不够喝 小姨返回屋里取酒 却意外看到东景提前拍好的一照 这让她忍不住五嘴痛苦 随后进来东景 则悄悄躲在一旁 心疼的看着小姨 为了不让众人发现异常 两人都像是没事发生般 护到餐桌上 聚餐结束后 灭亡再次说着我爱你 希望得到东景的答案 但害怕合约应验的东景 却始终不愿回应一句我爱你 因为她知道灭亡是想代替自己消失 送走灭亡后 东景独自躲在房间里 她一笔一跨地写下了自己的医院清单 希望能在走之前完成所有的事情 她来到医院看望神 虽然东景什么也没问 但神却主动告诉她 能够改变一切的只有东景 让她勇敢地和灭亡相爱 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活下去 而神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希望人类能幸福 得到答案东景正准备离开医院 却收到了主治医生的结婚邀请 希望她能来参加自己三个月后的婚礼 显然大家都在用各自的方式鼓励着她 这样东景感到十分暖心 接下来的时间里 她前后约了编辑这个同事和曾经共事的作家见面 就像是与大家告别一般 还向作家索要签名 而灭亡则一直不远不近地看着她 当看到作家在东景手心签名 灭亡身上散发着沙气 这样东景既无语又好笑 见完所有朋友后 东景打算去看看离世的父母 而灭亡则在此时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这让她有些慌乱 下意识地拒绝了 在看过父母遗像后 东景给灭亡捕过了生日 但灭亡却许下来希望东景活下随愿望 这样气氛一下子显得异常的伤感 为此东景只能不停逃避 做完这一切后 东景准备独自离开 她趁着小姨睡着后 偷偷拖着行李离开了家 结果才到楼下 便遇到了等在路边的灭亡 原来从东景疯狂购物开始 灭亡便知道了东景的想法 但这一次东景选择了放开她的手 她跟对方表明了心意后 将手电还给她 随后便独自一人离去了 勾夺她来到基州岛 都在灵海的木屋前 翻看着自己和家人的相片 用心力气鼓舞自己 但下一秒灭亡的出现 却让她心理防线 一下子崩塌 东景再也忍不住了 她哭着向灭亡诉说着 自己对死亡的害怕 这样灭亡感到无比的心疼 只能将她牢牢地抱在怀里 抱着瑟瑟发抖的爱人 灭亡告诉她 自己也想和她幸福地活下去 如果不能如愿以偿 那她愿意陪着东景一起死 经过这件事后 蓝人决定要勇敢去面对 灭亡将东景的省恋还给了她 还陪着她在海岛上 尽情地玩耍聊天 看着开心的东景 灭亡感觉到自己不再孤单 随后灭亡将东景带到一个地方 开门之前她告诉东景 希望东景能够原谅自己 因为她把东景的家人和朋友 一起带到这里 为了减少东景的悲伤 众人如常开始准备晚餐 灭亡帮着小姨在厨房里忙活 听着小姨诉说着对东景的疼爱 而东景则和姨父站在门外交心聊天 聚餐开始后 每一个人都不怨而同地给东景夹菜 这种默默的关心 让东景感到既难过又温暖 而看着不动筷子的灭亡 小姨则悄悄地夹了一筷子菜给她 这让她有些意外 但还是开心地吃了起来 因为那是来自亲人的关心 这次仿佛活到最初的模样 灭亡本想陪在东景身边 但神在医院晕倒了 灭亡必须返回首尔趟 东景也匆匆赶来 俩人一起手前手回家 可一件让她始料未及的事情 正在巧人发生中 原来小姨放心不下东景的病 悄悄和姨父来到之前的医院 却意外得知东景命不久矣 切记公信的小姨直接倒在医院 得知消息后 东景急匆匆地来到医院 但是面对崩溃的小姨 她显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东景垂头丧气时 神再一次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一次神给了她一个选择权 那就是她可以消除东景和灭亡 所有关于对方的记忆 这样东景只要面临自己的死亡结局 而不需要在灭亡世界 和失去爱人中做选择 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东景眼含泪花 答应了 失去记忆的东景 决定听从亲人和医生的建议 入院接受智能 而灭亡也恢复以前冷酷的样子 半步就般地展开自己的工作 而神在确定灭亡失去记忆后 亦有所指的跟她道歉 她种在花盆里的大株植物 也逐渐呈现枯萎的状态 离开病房后 灭亡在走廊和东景不期而遇 只是曾经相爱的两人 如今只剩下末路 即使对话一如初见 也无法唤起对方的记忆 伴随着东景的失忆 众人对灭亡的印象也被一一抹去 尤其是当弟弟看到 东景手机里前男友的信息时 他总觉得自己想不起来一个人 但最后也只能作罢 东景住进医院 送朋友到车库的他 以为不小心将手链掉落到车底 居然看到灭亡在追一个瘸了脚的男人 周边车辆的闪光灯和喇叭不停地响起 这诡异的画面让东景惊呆 而发现他的灭亡因为愣神而让男子逃跑 对灭亡感到莫名亲切的东景 不停地和灭亡聊天 而看着眼前这个叙叙叨叨的女孩 灭亡居然有些舍不得离开 并提醒他不要告诉别人见过自己的事情 东景开始了医院生活 又一次遇到了神 还帮他拧开了瓶盖 神告诉他天台的风景很好 可以过去看看 没想到东景的天台上又一次遇到灭亡 东景不满灭亡在医院出烟 生气的东景又一次喊出自己现在心情 好希望世界灭亡啊 灭亡对这计划很满意 渐渐对眼前的女生产生了兴趣 失忆的两人重复着之前的剧情 就像时间发生了循环 就如冥冥之中的天意一般 随后俩人一起乘坐电梯下楼 就在此时 东景的头痛繁琐 他疼到整个人潜伏到地上 爱求灭亡帮忙自己 但在灭亡问他这是愿望吗 东景却怎么也不肯开口 最终于心不忍的灭亡还是握住了他的手 缓过来的东景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合 正当他准备离开电梯时 门外居然变成了他最爱的海边 这让他对灭亡的身份尽害怕又好奇 但当灭亡再次提出签约意向时 他还是拒绝了 只是看着熟悉场面 东景总感觉自己遗忘了些人和事 而熟悉感也让灭亡忍不住 想要去抚摸他的脸 却在即将碰到他那一刻 回到了各自世界里 只剩下眼角的一滴泪 预示着两人的痛苦 回到电梯里的东景 跟着直觉从手机里找出灭亡的电话 对待他按下拨号键那一刻 灭亡出现在电梯口 兜里电话铃声不断响起 而神种植在花盆里的植物 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看到灭亡出现在电梯口 东景显得有些愕然 但他还是想不起对方是水 只记得梦里的哭泣 灭亡猜到肯定是神动了手脚 他将东景带到了饮料店 并让他仔细回忆 与神相遇时发生的事情 但东景只记得 自己帮神拧开了瓶盖 对方建议自己到楼顶去看风景 眼看从东景这里 找不到想要的答案 灭亡静止来到房间质问神 但显然神并不打算回答他的问题 既然如此 灭亡只能刺激去寻找答案 很快就到了术前进时期 为了让东景做好心理准备 主治医生可以将掉头发的副作用 以前告知了他和小姨 虽然两人表面上都十分坦然 但内心悲伤不已 尤其是小姨 更是偷偷躲到楼下哭泣 而东景则趁着小姨外出买帽子时 独自来到理发店 他让店长帮他做一个 大波浪的漂亮发型 做好后 东景笑着让店长帮自己 剪掉所有的头发 为了店长准备动手时 突如其来的鼻血阻止了他的行动 就在东景找纸巾时 一阵眩晕起来 让他直接昏倒在灭亡的怀里 昏迷的他在梦里看到 灭亡跪在自己的灵堂前痛哭流涕 东景的身旁安抚 但灭亡却看不见他 这样东景焦急不已 此时守在他身边的灭亡 看着在梦中流泪东景 他忍不住握住了东景的手 梦醒之后 东景看到床边的灭亡 恍惚间还以为在梦里 伸手便想去帮他试泪 但灭亡却随即起身离开了 他刚走出病房 他的脑海里便闪过 许多他和东景在一起的画面 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 他将东景从梦境带回了自己家 然后穿过房门 来到他的潜意识 一片灰白的世界 为了让灭亡变得阳光一点 东景希望他多看看美好的事物 说吧还笑了起来 看着这张和记忆重叠的笑脸 灭亡忍不住俯身滚了上去 错愕不已的两人 想起了所有的记忆 随后再次梦醒了东景 穿着病号服 狂奋回了家 但打开门 却会看到灭亡的身影 难过不已的他 突然接到了灭亡电话 转身回头 爱的那个人正在身后 经历了失忆的考验 这对友情人终于又回到了彼此身边 随着记忆的恢复 契约也再次生效 冷人又一次站在了灭亡世界 还是失去之爱的分岔口 虽然难以抉择 但他们还是决定勇敢地接受命运 随后冷人一前以后回到了医院 为了不留遗憾 灭亡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这话震惊了所有人 而相比于家人朋友的震惊 东景的灭亡 更是对即将到来的分离 感到悲伤不已 第二天回复记忆的东景 向主治医生提出了 放弃组织检查的想法 因为他明白 治疗于自己早已无用 为了安抚东景的情绪 灭亡穿上病号服 躺在东景隔壁的病床上陪着他 还拿出了弟弟给他银行卡 那是弟弟为姐姐准备的 结婚筹备金 但任何事物都无法安慰 东景的惶恐 他只能用力抱紧灭亡 为了更好的珍惜剩下时间 东景和灭亡决定回到两人家里 而他在出院之际 神再一次出现了 这件事已经脱离了神的控制 他希望东景接受命运 接受灭亡 并且幸福地活下去 因为这是灭亡的心愿 也是最好的结局 而灭亡则从一位生命尽头的老人那里 出了一束红玫瑰 并带回家送给东景 虽然还是有些感伤 但东景还是很认真的将花插入花瓶中 然后脸儿一起吃饭散步 看书睡觉 做情侣之间为做的一切 直到生命进入倒数 东景越来越害怕失去 他强撑着棍椅 但最终还是拉着灭亡的手睡着了 等他醒来之后 身边的床铺却空空如也 这让他几乎像是发疯般往外跑 直到在门口看到灭亡的身影后 放声大哭 诉说着自己的不舍和害怕 看着梨花带雨的女友 灭亡心疼的抱紧了他 轻声安慰 他还有时间 原来趁着东景睡着 灭亡去跟神做最后道别 平复心情后 东景提出想要在灭亡的世界里 度过最后一天 莱安就这样在只有彼此的世界里 走走看看 灭亡感慨 自己就像是龙椅般 活在这片空间里 是东景带给他光和温暖 随后莱安来到教堂 做最后祷告 东景希望自己在生命的最后 可以不爱任何人 而灭亡则希望东景可以幸福地活着 指针滴滴答答 即将指向十二点 害怕东景再次崩溃 而无能违力的灭亡 只能不停地安慰他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东景还是眼睁睁地 看着爱人一点点消散在自己眼前 痛彻心肺的他 蜷缩在地 哭得撕心裂肺 随着灭亡的消失 东景的病也一点点好转 三个月后 他脑内肿瘤已经接近消失 这样主治医生成母结舌 只能用奇迹来解释 而东景则笑着表示自己很幸运 在离开医院时 东景偶然经过曾经他和灭亡住过的病房 这让他忍不住住足思念 那个也许再也见不到的人 短暂停留后 东景搭乘朋友的车离开了医院 回家路上接到曾经的上级 主义的见面邀请 原来对方想自主创业 邀请东景担任新编辑社的组长 这让东景燃起了重新上岗的想法 从主义家离开后 东景又一次经过了和灭亡一起走过的斑马线 就在他思念爱人之间 突然有个人牢牢地牵住了他 这让他又惊又喜 但转头一看却是弟弟 希望落空的东景一把甩开了弟弟的手 两个人并排朝家走去 东景向家人提出了上班的想法 尽管大家还是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但奈何拗不过东景 第二天一早 东景正准备起床去上班 打开房门 居然看到灭亡坐在沙发上和他打招呼 惊喜的他一把扑进了灭亡的怀里 眼泪更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不过现实总是残酷的 这原来只是东景做的一个梦 随即醒来的东景 开启了好好生活 认真上班的模式 平时会用自己买来的红玫瑰 替换灭亡送的那一书 随后将自己与灭亡的故事写到了网上 日子就这样在指尖划过 身边的亲人多日不见灭亡 好奇地问起灭亡的踪迹 这样东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能谎称或向对方转达大家的思念 亲人的询问勾起了东景的思念之情 他独自来到灭亡家 还用短信将大家的思念发送给灭亡 随着一声叮咚 东景的沙发上意外捡到了灭亡的手机 里面存着几十条没有发送给东景的短信 这让他忍不住想落泪 但还是拼命忍住 只是默默地来到卧室床上 回忆着和灭亡相对而眠的时光 平复心情 东景返回家中却露雨大雨 没有灭亡在身边 东景学会了照顾自己 随身携带雨伞 一下车遇到了等在这里的神 两人交谈了几句 东景将伞塞给对方 自己冒雨活在家 而神则带着东景的伞来到花园见灭亡 是的 灭亡此刻正在花园 两人聊了几句东景的近况后 神给灭亡看了自己的花盆 有一朵大波斯菊盛开了 他告诉灭亡 这是属于灭亡的花花 他曾是服务于花园的蝴蝶 而花园指的是人类 而蝴蝶或在死后 变成花的养分帮助花朵盛开 而这朵花 就是灭亡用自己浇灌出来的 同情往后 灭亡也是这座花园里的一朵花了 他可以以人类的身份去陪伴东景 一起幸福地生活 得知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后 灭亡带着伞匆匆去找东景 终于在一次公交车及刹车时 抓住了东景的手 看着死而复生的矮人 东景几乎惊呆了 即使身边的人如此真神 东景依旧有些无法相信 灭亡真的回来了 他直接撞掉了灭亡手中的雨伞 勿进了对方的怀里 蓝亡在雨中紧紧相拥 回到家后 灭亡一无一时地 告诉了他自己回归的过程 告诉他神做的一切 也告诉他从今往后 自己和他一样 是个实实在在 需要吃饭睡觉的人类 但他最庆幸的是还能够见到东景 今夜蓝亡终于可以再一次相对而眠 第二天醒来的东景 看到空荡荡闯破 吓得直接从床上弹起 直到在厨房 看到正在洗漱的灭亡 看着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的矮人 东景忍不住 又一次拥抱他哭泣 随后 东景带着灭亡一起工作 一起去见弟弟 东景在路上 还在担心弟弟认不出灭亡 没想到一下车 弟弟就给灭亡来了一个大大拥抱 甚至连拍的照片 都被换成了灭亡现在的模样 原来这一切都是神在暗中帮助他们 之后 两人牵手散步 一起来到了小姨和姨父的亲家 一家人又开始了欢乐聚餐 既然成为人类 自然要工作生活 灭亡选择了医生作为自己的职业 他很喜欢救人的工作 一切尘埃落定 两人又一次来到了那天看日落江边 东景感叹 自己有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忘记大天灭亡的面孔 而现在有灭亡陪伴的身边不孤单真好 而灭亡也趁机再一次向东景表白 还告诉东景 他发给自己短信他都看到了 并且告诉他 手机落在沙发上是神的旨意 两人聊起了神对人类的爱 灭亡曾经不了解神所说的爱 但现在他了解了 也感同身受 因为他与神一样爱着人类 接下来的日子平常而又幸福 一大家子人一起聚餐烟泡菜 聊天过程中 东景说漏了先同居后交往的事情 张小姨摇头直呼家族遗传 为了表示对灭亡的许可 姨父还特意和灭亡来了一次守护者对话 希望他与东景结婚后能做个对家庭负责的男人 吃过饭后 因为东景要住在小姨家 所以灭亡只好一个人回家 一到家他就按照东景的吩咐 洗漱上床和东景通电话 正巧东景在以两人的故事为原型写小说 但写到一半卡壳了 情侣俩用电话沟通起了细节 没想到说着说着灭亡居然睡着了 随后东景在梦里见到神 神将灭亡开出了大波四角 带给东景看 还告诉他自己一直以来的出发点 就是希望人类可以一直微笑 明白了事情原委 灭亡和东景开启了后天的生活模式 两人白天工作下班腻外 灭亡还学会了交朋友 故事最后 两人在家门口看到了划过天空的流星 并许下了各自最诚挚的心愿 灭亡最大的心愿 就是赶紧跟东景结婚 本集结束 你这一生唯一的愿望是什么呢 赶快的下方留下你的愿望吧 好了 简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美中 每天定视大咖美中包举 一整天嘴角相望 拜拜